我倒是算过了 开公司我得租房子 装修 然后我还要买一些东西 最主要的还要请一个宣传 怎么着也得花个几十万吧 我想把我那房子买了 这样我就有钱开公司了 你说你和你前夫 一起买的那套房子 那房子不是租出去了吗 当时首付是我付的 房租呢除掉之后 剩下贷款也是我还的 我大概的算了一下 应该涨了不少 房子一卖我能有一大笔钱呢 你疯了吧 你创下创的 砸不光卖铁的地步啊 再说了就一婚庆的公司 接的都是野外的活 犯不着花那么多钱弄一办公室 你干过婚庆 那些新娘看的都是公司的规模 我拿什么给她看啊 那也不能卖房子呀 不是那 我现在这样我不卖房子 我卖身 谁买啊 这上面有三十万 是我爸让我独立生活的时候给我的 多了我也没有啊 就这些 就当我入股了 等公司开了 你是董事长 我是副董事长 三十万买个官当 值啊 你干嘛 账上就挣不点钱显摆是不是啊 再说了 这公司能不能开起来是一回事 开起来能不能盈利 这是另外一回事 有风险也得是我自尔单位啊 我不能拖累你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非常非常谢谢你 我坐下来 你就拿着吧 你别闹了 你干嘛我不要我真不要 你收着 干嘛 怎么那么净啊 你干嘛呀 你 你给我收下来 我不许你买房子 我的房子呢 你这么着急干嘛 来 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你那房子特别好 空间大 设计合理 风格 现在特别流行 七十年产权还商住两用 地段也好 而且还是学区房 你说你以后要是走运了 结婚生子 孩子上学问题都解决了 再说 你在上海婚这么多年 你图什么呀 不就图在这儿有个家吗 房子就是家 房子要是卖了 家就没有了 哪有家呀 婚都离了 要房子干嘛 那是两码事 离了婚你可以再接 房子你要卖了 以后一涨价 你想买都买不回来了 婚我也不会再接的 你干嘛呀 你中邪啦 你中邪啦 看了没 我有办法啦 你中邪啦 你中邪啦 喝可乐喝出这么大的阵仗 要不给你来一杯酒吧 我现在得冷静冷静 要不然根本就想不出办法 我采访你一下啊 你说拍这么大个酒吧 这挺费心的吧 你怎么成功呢 你以为我漂亮啊 我那个朋友 他也挺漂亮的 那怎么就没你成功啊 你以为我命好呀 我跟你说正经的 那你看你 够够够 就是因为我漂亮 所以我才能当模特 赚了第一桶金 就是因为我命好 公司认筹的时候呢 我投了一笔 当了合伙人 我现在呀 刚坐在那儿 不干活都有钱 我有了钱啊 我干什么不成呀 你说有什么办法 能让这命变好啊 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 谁都不能更改 我还没问你呢 你打听这些干什么 我那个朋友啊 现在正在创业 你说创业他得需要钱吧 他上哪儿涨那么多钱呀 那他有有钱的朋友吗 两个 不对 刘丹跟他家里都不联系了 他哪儿有钱啊 那我跟我妈关系挺好的 对啊 我妈哪儿有钱 这我妈把钱给我 那不就是我的钱 这什么跟什么呀 意思就是没有钱 而且我跟你说 创业初期特别烧钱 就算你有钱 也别轻易往里跳 我劝过他了 人家现在已经开始创业了 就根本就劝不住 那你就以身相许呗 你说啊 许了之后 你妈的钱就是你的钱 你的钱不就是她的钱了吗 我倒是想的 人家得愿意才行啊 好 合着是你家那位何大叶要创业啊 我多嘴问一句啊 他多大了 他比你大不了几岁 这姐们厂量啊 三十多了 单身 穷 还有创业 活得够潇洒的 单身他不完全是 离国已死婚 我现在 不好意思 我现在真是对你刮目相看了啊 你喜欢他什么呀 他长得特漂亮 清国清成 夫妻 我就不是那种一貌取人的人 喜欢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再说大叶可是我初恋呀 你都多大了才初恋 初恋跟年纪有什么关系 就算是没有关系 那总得有个心动瞬间吧 跟我说说 你的心动瞬间 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故事 我跟你们说啊 今天那新人在现场可又惹祸了 他叫什么来着叫 石涛 对对对 就是他 这祖宗 下回我可不带了 你们俩谁爱带谁带吧 我反正不带 他做一个小屁孩 什么都不懂 这叶叉就让他跟着上前线去了 他瞎捣乱嘛 你还没看出来呢 招石涛 纯粹就是因为他长得帅 叶叉呀把他当花瓶欣赏的 可不是嘛 这个石涛啊 就一妈宝 整个就是 我妈说让我下班回家吃饭 我妈说下班要来接我 你看看他那样 估计都没有谈过恋爱 就来婚姓公司上班 谁说他没谈过恋爱呀 我就是他女朋友 再没事干什么 谢谢你啊 以后再有人说你啊 直接怼回去 自个儿在这头都委屈 挺什么用啊 他们说我妈宝 又说我花瓶 你说我怎么这样 妈宝怎么了 我还想当妈宝呢 跟我妈离太远了 说你花瓶 证明他们既得你长得帅 而且 本来就挺帅的 大爷 你刚才说跟我谈过恋爱 是真的假的 真的呀 不过我们俩现在已经分手了 手甩着你 以后别人再问你他没谈过恋爱 你就说 初恋是我何大爷 大爷 从那以后啊 我就发现自己特别喜欢他 后来别的组都不带我 我就一直跟着大爷干活 虽然说这大爷他一直骂我 一直说我 但我这心里就特高兴 特开心 就特喜欢他那劲 变态 你这不受虐狂吗 你别说 我就喜欢他虐我 他越虐我 这心里边越开心 这叫那个 对 打是心骂是爱 巧了 我也喜欢骂你啊 怎么不见你喜欢我啊 因为你来晚了 好 好了好了停 就这样了啊 现在就这样 我们秀还有一个小时就开始了 大家一会儿该补装补装 该干嘛干嘛 还愣着干嘛呀 快去快去 快点快点快点 抓紧啊 抓紧啊 好嘞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啊 猛哥呀 您太客气了 您这资历 机会不大把的啊 那您抓紧啊 有兴趣吗 行行 您先忙先忙 猛哥 干嘛呀 一体告别啊 哥 不是 走秀后 公关公司突然要我们 穿这衣服参加那个 后派对 是啊 倒也可以 但是参加活动有参加活动的价格 他们连价格都没说 你说怎么办啊 多干少干的 都是跑一天 人家加点分用 差不多得了呗 这 给公司打电话了吗 他们说正在商量呢 但是离秀开始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都没商量出个所远 对了 你比我们有经验 要不 你帮我们想想办法 我什么经验 我这经验都是熬出来的 要不这样吧 我给公司打电话问一下 你们也别急啊 好嘞 好 谢谢猛哥 谢谢猛哥 勇rek 真是 让我猜猜 你不是想问我怎么才能帮到她呀 你还会读秦术呀 真有两点崇拜性 按我说的呢 你就去跟着她干 安前马后地好好伺候着 创业初期的女人最脆弱 方便你进水楼台趁虚而入 创业初期的女人呢 也最疯狂 方便你看清她的本来面目 然后认清我有多好呀 我刚跟她说我从天气辞职 她就把我抽骂一顿 其实她这个人呢 没什么本来面目 特别简单 活在上海心里天高的女人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对了 你就跟她说 你不要钱 对于创业初期的人来说 免费的劳动力 他们根本招架不住 大叶她就不是那种人 这姐姐到底给你吃了 什么迷魂汤 让你这么维护她 你妈的钱用不了 但是人脉和关系 总能用一下吧 你就给她找一个 物美价廉风景优美的办公场所 这样还算你入骨了呢 不对啊 本来是我想追你的 现在怎么变成你的情感顾问了 又拿我看说 说得有道理啊 猛哥 喂 娇将 这是怎么办啊 娇将 我先走了 猛哥 这件事情你就别管 里面的门门叨叨太多了 公关公司和品牌方都在较着劲呢 你可千万别把自己扯进去 那这事也要给人一个说法呢 都是年轻人 都不容易 年轻人不容易你就容易了吗 你考虑他们他们又考虑你了吗 现在这个浮华的社会 早就没有规矩了 猛哥 咱们那个时候过去了 好 我知道了 好 拜拜 你喊什么 真没见过你这样呢 刚才你们喊什么 啊